非常理性 她就出了一道题 我有一个大的房间 给你们一百块钱 然后看你们谁能够用这个钱 把这个大的房间给充满 然后呢 第一个女的过来了 她花了一百块钱 买了一堆这个棉花 就把这个房间 就是蹬那蹬那充满了 这是挺不错的一个想法 花了一百块钱 后来呢 又来了一个女的 花五十块钱 买了气球 把这个房间充满了 还剩了五十 可以吧 比第一个聪明了 然后呢 第三个女的 觉得还要花五十块钱 五块钱 买了一支蜡烛 点起来 光把这个房间充满了 那你觉得老板会选哪个 第一个 没有 老板选了一个胸大的 生活像滚动的前台 如果你听了 原地踏步 人生就停满了 让自己活出健康 平安装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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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